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今天继续追击封县铁链女事件 将与一位正在云南省福贡县 而且持续爆料的人士进行连线 23日,中国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封县事件的调查通报 此后,舆论的关注度有所降温 当然,志一生仍然是此起彼伏 此后,随着乌克兰的战火 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面对封县我一言不发 面对战争我拍手叫好 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着封县关注的热度有所降低 在这个时间节点 江苏的官方包括徐州和封县 已经忙着所谓的痛定思痛 大概的意思,这个事情已经是一锤定音了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就在2月23日,江苏官方的通报出来之后 有一位神秘的人士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以及在推特上持续放出了图片、视频和相关的文字 透过这些素材就可以看到小花梅的舅舅 对于小花梅究竟是不是铁链女 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以及稍早之前 这一位舅舅对于江苏官方的调查 持怎样的态度 当然透过这些内容也能够看到 这位神秘的人士 他在云南省的福贡县究竟做了什么 又有哪一些特别的感悟 感悟主要是紧张、焦虑和惶恐 明镜追击在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这一些看上去 有些神秘的素材背后的神秘人士 他向明镜追击独家披露了不少细节 在您听到这位人士的声音之前 明镜追击先对中国官方的态度做最新的介绍 2月25日江苏的徐州日报刊出了一篇评论 痛定思动彻查彻改 而2月24日江苏省徐州市的封县 召开了四大领导班子的会议 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总结 稍微早一点 2月23日徐州官方也召开了所谓的干部领导会议 对整个事情进行了回顾以及教训的总结 当然也有一些整改的措施 综合来看 江苏省徐州市也好 封县也罢 认为这个事情已经是一锤定音 现在进入的阶段叫做善后和收尾 那么徐州官方或者说在徐州官方的眼里 封县铁链女事件究竟是反映了哪些问题呢 在这中间可以看到 由徐州市委副书记代事长王建峰所做的一番发言 就很有代表性 根据王建峰的说法 从面上问题看 这个事件就是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不到位 企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到位 特殊群体关爱帮扶不到位 这个说的是从面上来看 从实质本质来看 王建峰就认为这个是党员干部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严重 政治意识淡薄 法治意识欠缺 为民初心缺失 工作作风漂浮 使基层组织软弱涣散 基层治理失察漏管 基层干部失职独职 考虑到徐州市委书记 目前这一岗位还空缺着 所以王建峰也就是徐州市委副主席代事长 他的发言 他的观点等于就是徐州最高层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或者说是定性了 现在客观来看 这样的认识和民间对丰县铁链女事件的判断和认识 有一定的差距 首先是在个案上 对于这几位女性究竟是不是同一人 民间的观点和官方的说法有大相径庭的地方 稍微再宽泛一点 援引自身媒体人的说法 第五份调查报告 也就是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调查报告 把拐卖强奸虐待当成了家庭矛盾来处理 这是为丰县以及徐州乃至整个江苏 普遍存在的拐卖现象做合法化的铺垫 所以民间的声音当然也包括一些机构媒体 再对当地问罪追责的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简单说就是你不能够搞罚酒三杯 你不能够事隔五天十天之后 这些涉事的官员就异地为官 就像河南郑州水灾处理结果通报之后 人们突然发现河南省郑州市的原市长 侯红女士居然在河南省卫健委获得了新的职务 而且同样还是厅级干部 只不过是岗位的级别调低了一点 薪水减少了一级而已 那这样的问罪和追责 其实就没有办法达到提升治理能力的效果 当然如果说再宏观一点 民间的声音包括中国国内和中国海外 都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表达 就是封献铁链女事件 会不会触发在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行动 去打击拐卖去追溯所谓的历史的罪恶 目前是看不到 那么这个问题从长远来看 如果得不到好的解决 事实上直接就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公信力 以及他的执政的合法性 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宏观的话题 封献的弦目测绷得也是比较的紧 这一位官员叫做王维峰 徐州市副市长 2月23日开始出任封献县委书记 就表示整个事件下来 整个渔情一番暴风雨下来 封献已经经历了所谓的至暗时刻 如今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走出这个至暗时刻 根据官方的说法 现在封献就开始了走基层转作风 具明星的一系列的活动 以上说的就是官方的说法 其实从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通报报告出来以后 不管是官方还是官方的媒体都在宣传报道上加强了公示 当然现在民间的说法总体来说 对江苏官方的报告质疑声是从来没有断绝 而在这中间比较特别的一位人物 他从2月23日官方报告出来之后 持续的在中国的社交平台和推特上来发声 贴出了不少素材 包括照片文字图片等等信息量非常的大 现在透过他在社交平台上放出的消息 可以看到小花梅的舅舅在江苏省较早介入调查 徐州官方较早介入调查的时候 他是否认是不接受说这个52岁的女性是他的侄女 准确的说是他的外甥女的 他不接受这一点 此外当来访者带去了两张图片 包括铁链女以及李莹的照片的时候 他最早的说法之一就是不认为这两个人是他的 外甥女 当然他的口风有所改变 他为什么会改变呢 他还说了一些什么呢 和小花梅舅舅接触的这位神秘的人物 明镜追击与他进行了连线 这位摄影师和艺术家多年以来都在世界各地进行游历 考虑到他还要在中国进行摄影 以及艺术方面的一些创作 所以他希望把声音进行一些处理 这位艺术家同时特别告诉明镜追击 他是中国公民 过往他曾经持有海外国家的绿卡 但是已经放弃了 他是中国公民 这位艺术家一共剪辑录制了11分04秒的视频 他2月17日去到普洛村小花梅舅舅家和他进行访谈的视频 但是这些视频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贴出来以后 基本上已经被删得干干净净 所以很多细节是无从知晓 那么他特别提到了小花梅的舅舅 关于呈现的两张图片 一张是李莹的图片 一张是铁链女的图片 是不是小花梅的时候 这位艺术家认为小花梅的舅舅的说法是有改变的 这个视频的实际情况 我当时其实是很惶恐的来到了小花梅舅舅的家 其实我更愿意单独跟他在一起聊一聊 但是还没等到一两分钟的时候 就进来了好多人 进来的人 我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和背景 那么我就比较紧张 然后呢我还得要 心里都很慌张 那么我还得要互作开心 因为我也不希望让 就是被拍摄对象 小花梅的舅舅有很多疑虑 我也不希望去 用我的一个紧张的情绪去打扰他 但实际上我是很紧张的 那么期间呢 有一段应该是清洗的表述了 他舅舅指着铁链女和李莹的照片 当然这个照片呢 有些网友说 说我打印的并不好 说是那个李莹的那个照片和这个铁链女的照片 都被修图软件给修过了 但是我不是专业人员 我不能判断 在我看来 李莹的 我打印的照片 李莹的照片和这个铁链女的照片 和这个原来的视频 应该是大致相同 小花梅的舅舅 指着这样的 我的打印的照片 她摇头 而且说这不是 她的小花梅 这个是肯定的 后来屋子里见了人 大家呢 都是在推诿这件事情 并不愿意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在之前呢 我也 拍摄到了 小花梅的舅舅 说 关于小花梅是谁 这样的事情 她现在不能多说 不能像上次一样 那么多说 她接到了 某些方面 给她的电话 她也接受了 央视的 充分的一个采访 那么 鉴于我对 就是被拍摄 对象的尊重 我呢 并没有去 去过多的 去 去一定要求她 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小花梅的舅舅 所说的上一次 谈的比较的多 指的是 2月13日 这位艺术家 和另外她的同行者 其实是一对 遗族的父子 也去到了普洛村 小花梅的舅舅家 当然那一次 这位艺术家碰巧 刚好在屋子的外边 没有进去 在2月17日 这一次 与小花梅舅舅的 交谈过程之中 第一次肯定了说 照片上的两个人 不是她的小花梅 是在很多人 进入到她房间之前 还是 进到房间 进入房间之前 进入房间之后 她也没有说 明确的否定吧 她只是含糊不清 在很多一些人 进入到房间之前 您提到了 她也提到了 她得到相关部门 打招呼 就不愿意说太多 这个也是很多人 进入房间之前 她的一个说法 对吧 对 进入房间之后 在座的各位 也都是这个意见 不能说太多 对 在这里就做一个补充 这个艺术家所说的 小花梅舅舅含混不清 根据她上传的视频 就显示 小花梅的舅舅 首先是说不是 接着又改口了 就是说不好辨认 这个就是所谓的含混不清 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在2月13日 这位艺术家的同行者 那对遗族父子和小花梅的舅舅 进行对话的过程中 小花梅的舅舅 又是怎么样的态度呢 第一是她没有带图片的 第一是她是把手机的照片 出示给小花梅的舅舅看 那张照片还是视频 是铁链女的相关的视频 还是说也是铁链女和李莹的照片呢 据您的了解 我认为这个照片的视频 它的区分并不大 我们在给人家 再去看相关的影像资料的时候 判断一个人是谁 他并不一定 必须得要是动态的 或者是静态的 那么这位艺术家也特别表示 一阿五这个九岁的遗族小男孩 和她的爸爸第一次去和小花梅的舅舅 进行交谈以后 得到的一个印象概念 也是小花梅的舅舅不认为 李莹也好 铁链女也罢 是她的小花梅 您在和小花梅的舅舅中 她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说要去封献探访自己的外甥女儿 我跟她在交往中 她舅舅说出过一次话 说她是愿意 去通过血型 去来证明 铁链女是不是小花梅 后来我更正了她 我说这不叫血型 这叫DNA 那么我想这个问题 在当今来讲 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吧 正像我们每个人 主观的常识性的判断 她也架不住 有更权威的结论嘛 是不是 她有没有被提取相关的厌材 比如说血液 来进行DNA 这个您有了解吗 小花梅的舅舅 至少在我离开之前 她并没有这样的结论 就是说在2月17日之前 根据您的了解 是没有某一些部门 去小花梅舅舅那里 提取相关的厌材或者标本 来进行DNA的检测的 是这样理解对吧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 我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 小花梅的舅舅也没有去做表述 根据这位艺术家发布的视频 其中有一段就显示 小花梅的舅舅就提到 此前江苏方面 徐州方面打电话给到她 提到这一位女性 涉事的铁链女是52岁 小花梅的舅舅就表示 说那我的侄女 她用的是侄女 应该是外甥女 我的侄女怎么会有52岁呢 我就不接受 这个是视频中看得非常的清楚 以上重点说的就是 这位艺术家 他介绍在小花梅舅舅看来 他的小花梅与铁链女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其中也涉及到了李莹 这就是这位艺术家的一个陈述 这里再补充一点 就是关于小花梅和杨庆霞 这位艺术家就特别解释 小花梅的照片 确实是他以及他的同行者 从小花梅的舅舅那里得到的 此前他也提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 小花梅是杨庆霞 这个之间是没有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一位艺术家 是从2月23日 中国江苏官方发出通报之后 连续的放出视频图片文字 23 24 25 接下去还会继续来 进行 所以 有一些观点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观点 认为这中间有一些政治的动机 和考量在里面 比如说江派的一些因素 又出来了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观点 这位艺术家是怎么来看的呢 我认为一个人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一个国家也好 他勇于面对事实和真相 这样的人 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国家 未来才是有希望的 当我们每天都要重复的去做 你妈是你妈的证明的时候 我认为这样的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社会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当我们用常识可以判断的东西 或者是感官直觉可以判断的东西 一定要变得很深奥的时候 或者是很玄虚的时候 或者是屈心怀彻的时候 那么我认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不能去称之为和谐社会 当有人想要把 我说今天是晴天 明天会下雨 就让常识 定性为境外势力别有余移 才能荒谬的 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迟路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一位 还在福贡县进行采封 同时也能够比较一手了解相关情况的人 这位艺术家还介绍了他眼下的一个心理状态 第一个 一个外地人突然来到了这样比较原始的村落 接近原始的村落 不能叫原始 而叫古朴的村落吧 那么语言不通 就是独行 那么肯定会遇到相应的一些沟通上的障碍 文化上的障碍 第二个 我不小心卷入了这样一个事件当中 但是我要回忆起 送花两个女孩 被黑衣人 抢走了手机 然后呢 又 消失失踪好多天 又被最帅的男人给打了一顿 一星期之后 身体的瘀青还没有消除 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挺可怕的 即使是体炼女 她受了二十年的监禁和居辱 但是我仍然认为她是一个个案 我从来没想过她是一个更糟糕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事件的处理当中 在法治社会的喜好下 竟然允许和纵容 黑衣人去对待现花的女孩 那么这个事情是超出我的 全部的判断和预估之外的事情 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挺恐怖的 最后做一点小节 明镜追击与这位艺术家之间的交流 长达一个多小时 剪辑花了很多的时间 有请朋友们来更多的支持 回到这位艺术家本人 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他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位 还在最一线进行采风 顺道着了解相关情况的人 所以明镜追击将会持续的 与他进行联系 现在可以看到在社交平台上 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这一位艺术家 录制的视频的片段 相关的照片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账号进行转发 所以海外媒体所说的风险铁链女事件 呈现出了压不下的舆情 压不下的热搜 可能与这位艺术家的努力 与很多网友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